一碗雷茶 五谷意 香飘流远 引人迷 5月28日 走游学之路 品煤城雷茶 赏飞银魅力 安化首届煤城雷茶文化节 即第二届非物质文化遗产购物节 在煤城镇开幕 51支队伍同场打雷茶 几十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涉探布展 推广非宜美食 传承非宜记忆 掀起一股安化文化振兴 引领乡村振兴的新热潮 有一首描写煤城雷茶的诗 我印象特别深刻 它是这样写的 房屋里堆满笑声 嘻嘻哈哈的村妇 一根雷茶棒搅动村里乾坤 今天我们在煤城古镇 举行安化县首届煤城雷茶文化节 目的就是为了让煤城雷茶走出安化 走向世界了